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从这个上一集开始啊 咱们算是把这个大清刺马案讲完了 那既然这段故事讲完了呢 咱们就面临着开新书 我翻了翻评论区 基本上有两种声音 第一种啊 说这个刺马案呢 应该在安排一级两级的 把这个钦差大人郑敦锦呢 挺审的 详详细细的聊聊 这个咱们为什么不拿出来说呢 实际上在咱们的这个书里边 已经提到过了 郑敦锦自大年初一 到了江宁城 也就是南京啊 重新审理刺马案呢 他主要在于礼上 没在于审上 从这个各种历史材料来看呢 郑敦锦来到南京以后 肯定是审过张文祥的 不过他审问张文祥的结果 毫无新意 和开始的时候 魁遇的审讯完全一致 张文祥再没招对出 其他新的有用的内容 他们之所以的 拿郑敦锦到南京 作为一条主线 无非是从后往前引 把所有这个细节全部引出来 既然咱们把所有细节都聊了 就没必要 把过多的篇幅啊 浪费在公堂上了 那公堂审审什么呢 招对出来的也无非就是啊 咱们前边讲的内容 有人说是不是 应该再讲一下朝廷 两宫皇太后 对这个赤马案最终的意见呢 这个呀您倒是不用担心 如果咱们后边继续讲这个清代奇案的话 那紧跟着就是杨乃武小白菜 如果这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呢 我们要是讲的话 那又跟这个湘君呢 有扯不清的干系 所以在开篇的时候 咱肯定会讲自赤马案以后 慈禧太后对这个湘君 对曾国藩的态度 所以在这儿呢 我还得征集您 我的各位好朋友的意见 咱们接下来呀 是继续开短篇 讲这个清代奇案呢 还是开长篇聊教案呢 或者是接着讲乾隆皇帝的实权武 那无论是在评论区啊 弹幕啊 还是私信呢 您留言给我 我都会考虑您的意见的 那这会儿啊 我想有好朋友就听出来了 那既然要这么说 那肯定是没打怎么开心书 哎对 咱们今儿啊 得缝个嘴 那缝哪个口袋的嘴呢 就是这个乾隆皇帝 十权武功之青年战争 哎您还别嫌我啰嗦 其实嘛 咱们这书馆 本来就是一个闲聊天的书馆 您指我一个这个历史说出 两门棒锤 我能抢出什么证文来呀 所以您来我这书馆啊 您就当是听故事 听闲聊天来的 您让一这么想啊 他就不显着我手一朝 水平挖了不是 得嘞 哎咱们呀 这废话就不少 咱们书归正文 讲这个清敏战争 把这口的嘴缝上 这年前呢 我还说呢 咱们必须啊 得把这个清敏战争结束 咱们也弄一个呀 这叫猫吃小鱼啊 咱们有头有尾 可是呢 这个计划它远没有啊 这变化快 本来我觉着 咱这书馆一直也说到啊 大年的二十七二十八的 谁想啊 刚一过二十四就开始忙 哎 一直就没得出空来 到初一呢 就开始拨这个刺马了 所以这清敏战争啊 就真剩一级 哎 咱就放下没聊 那咱们上文书 说到哪了呢 说到这复衡 他撤军了 那么说这雄心壮志的 精略大学士复衡 出征之前呢 是指天指地 一定要拿下缅甸首都阿瓦城 不勤获这个囚守缅亡孟波 势不罢兵 那怎么这半唠唠的就要撤军了呢 哎 没辙了 因为损失太严重了 第四次清免战争 也就是傅衡指挥这次战斗啊 参战将士一共是三万一千名 等打完了老关屯一役 剩下多少呢 只剩下一万三千多名 损失已然过半了 实际上在战场啊 死伤的将士并不多 这主要伤亡接来于非战斗检员 那是什么呢 就是恶劣的天气 险要的环境 以及瘴气导致的瘟疫 尤其是这个瘴气导致的瘟疫 头出征之前呢 从乾隆皇帝到军机处 以及太医院 给这大军呢 想了不少的避杖之法 至于管不管用呢 史料不及被宰 都没有后续 但是啊 从这个战争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看出 应该是都不顶用 其实啊 这乾隆皇帝啊 和这个太医院的太医们呢 就是刚愎自用 实际上啊 他们要是到民间 去广争民意的话 不出这个京城三五百里 就能找到这个避杖之法呀 比如说你吹气吧 皇上都不知道 你知道 哎 我真知道 我呀 从小就生活在这个 京航大运河的边上 说起来这事啊 前天我和好朋友还聊过 我们一起啊 去这个宝庭地区的高碑店 开膳次去采风 解决中午饭呢 是在一个老字后的烧饼铺 这点了一碗馄饨一吃啊 好吃 哎 为什么好吃呢 它里边啊 撬了冬菜 这侯巴林仙 那相声怎么说的来着 什么叫好馄饨呀 冬菜 紫菜 香菜 虾米皮来醋白饶 这冬菜呀 是这个运河沿线 吃的一种食物 大概的制作流程啊 就是用大量的蒜 来腌制白菜 在运河上行船的人就说呀 这运河里就保不齐 有什么动物的腐尸 常年累月的 就会冒出一种叫胀的东西 其实就是胀气 这种东西对人体是相当的有害呀 所以说呢 常年累月 这些个运河上的河宫啊 就摸出了一条规律 只要吃冬菜呀 就能避账 所以说呀 这运河上的船宫啊 由南至北 北至通州 南至杭州 这每条船上啊 都有大罐子 里边背的就是冬菜 无论吃什么呀 这些船宫都会放一点 哎 这样呢 没有人受胀气之染 所以说呢 这乾隆老爷子呀 要是出门上通州 稍微打听一下 他也就能明白了 只可惜 他没遇上我不是 您想我这主意 要是卖给乾隆老爷子 那我还说书吗 我 那怎么着 也得给我分个太守干干 那说了 这清朝有太守这官职吗 那关键是 我也回不了清朝不是 所以说呀 这复衡军中 不但啊 士兵损失过半 这领队的大臣 亦多患兵 复将军阿里滚 水师提督 叶向德 总兵吴士胜 副都统 御史副险 副都统 呼尔奇 还有这个阿蒂木宝 等等 相继并故 这还不算完 乾隆皇帝呀 收到了阿贵的承报 说这复衡啊 身染仗力 现患腹肌 脾形嬴弱 哎 也就是在这会儿 老天保佑 这缅甸人呢 他也打不下去了 这大清国好歹打的 拼的是军力 这缅甸人拼的 伤的可是国本 这缅亡孟波 哎 两代 以而撒 连年战争 积攒起来的财富 几乎全消耗到 滇缅战争上 这钱呢 是越花越扯 人是越死越多 这大清国这边呢 哎 统计的伤亡人数啊 他好歹统计的 都是阵亡士兵 到了缅甸那边啊 统计的方式 得换一个样了 一统计就是又少了全国总劳力的三分之一 这么一来呢 这双方啊 可就有了议和的机会了 于是啊 这缅甸就拆人来书 恳求罢兵 情愿 擅据表文 十年进贡一次 那富衡呢 也回复了缅亡 给了这个缅亡啊 大清国议和的条件 他说呀 送出内地被留之人 其投诚吐司 伺候不得息扰 既然双方领军的将领决定议和了 那剩下的事啊 那就不是军队的事了 就要交给政治家了 那自然呢 这个双方人员派出了这个大臣 来协商议和的细节 这部队呢 哎 双方就可以撤军了 这会儿的富衡啊 史书所载 以力不能知 故军务由副将军阿贵主持 这阿贵呀 于十七十八两日 将商兵送至国内 到了十九日的时候 这富衡啊 带着三千兵 也向国内撤军 二十一日 阿贵全军于夜间 二更 离营撤退 其实这个撤退呀 还是挺狼狈的 您从这个实践上啊 您也能听得出来 由于这个形势严重啊 大伙啊 都想早早的离开这个凶险之地 所以说这大半夜呀 就开始撤军 情形啊 那是相当的狼狈 史书所载 将军大臣下着兵丁等并无队伍 纷纷而回 到了这个二十六日啊 阿贵复衡才回到了虎絮关 留下这四五千人守官 留下这个兵丁守官大臣一和呀 咱们且不用表 咱们再说说这位钦差大人 大学士复衡 就在乾隆三十五年的三月 这大学士复衡 复天津行宫 觐见了乾隆皇帝 这天津行宫在哪啊 我一说呀 又和咱们这个前文书 接上查口了 这天津行宫啊 就在咱们前边说 天津教案的望海楼教堂 就是同志九年啊 让群星激愤的天津市民 烧了那个望海楼教堂 当然现在还在啊 现在的是重建 那为什么他叫望海楼教堂呢 教堂都是叫这名的 对呀 这教堂本不叫望海楼 这教堂啊 叫圣母德圣堂 可是就因为他的原旨 是乾隆皇帝在天津的行宫 这乾隆皇帝 曾经在行宫的一座楼上 亲笔手梳了一块匾 就叫做望海楼 这天津老百姓啊 一直称呼这为望海楼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啊 哎 这洋人烧了圆没圆 大清国示弱 这洋人呢 在天津可就气足了 满下了原来行宫这块地啊 就盖了这座圣母德圣堂 可是呢 那天津老百姓啊 他不愿意这么叫他 于是还按他原来的名字 称呼这个地啊 就叫做望海楼 到了这个望海楼行宫啊 这乾隆皇帝召见这个小舅子复衡 这一看这复衡啊 还没等说话呢 这乾隆皇帝眼泪可就下来了 这复衡本来个儿就不高 这会儿啊 简直就是行宫酷母 那瘦的已然是皮包的骨头了 史书所在啊 那就叫做病重体恤 行神顿意 那这会儿的乾隆皇帝 看着病入高荒的小舅子 还能说什么呢 责怪不出 奖赏无益 所以啊 赶紧让自己这位爱卿 回家调养休息 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十三日 这位入职军机二十年 日式帝君左右 以秦慎德上运 为天子之喉舌 天下第一 宣礼之大臣 首富军机 一等忠永公 宝和殿大学之父皇 忠殷呢 最后抽失失利 羞愧难堪 又气又病 离开了人世 死那年呢 还不到五十岁 有人说这富衡啊 这个家族短命 您看呢 这个亲戚里边啊 没有活的时间太长的 祖父米斯汉 阿玛 李荣宝 这个姐姐 孝乾皇后 好几个哥哥 以及侄子 傅察明睿 活的都不长 那要是这么说呀 就矫情了 各死各的病 又不是这个遗传疾病 突发疾病 所以说这些人都命短呢 和家族没关系 纯属于是人的命天注定 胡琢磨乱琢磨没有用 随着第四次清缅战争 大学时赴衡 率队撤军 持续了四年多的清缅战争 终于终于落下了帷幕 至于这个结果嘛 这双方记录啊 各有不同 咱们不能啊 广刊大清国 是如何记录 此次战争的 还好呢 现在有个东西啊 叫维基百科 咱们还能查着呀 缅甸一方 是怎么看待 这场战争的 因为这个年代久远呢 所以这清缅双方 签的正式条额合约 现在都没有留下来 所以也就是查不到 这个 但是呢 双方的会议记录啊 现在还能查到 这大清国呢 是这么记录的 缅甸啊 要遵照古法 奉表进攻 缅甸呢 还得释放所有战俘 这第三条就是啊 缅甸一方永不犯 天朝边境 缅甸一方呢 对此记载的 不是三条 是四条 它是第一条啊 逃往云南的 所有缅甸吐司 清朝都要归还缅甸 并且承认这些吐司的主权 这第二条呢 所有战犯一律释放 第三条是 重开商道 允许两国商贩自由贸易 第四条 每隔十年 两国君主交换使节 互通友善书信 并且还得呀 互送礼物 那么这和谈的条文 是列出来了 哎 就算是和谈结束了吧 那结果呢 这结果呀 清免两国 双方都不满意 这大清朝廷说呀 说你呀 哎 这缅甸人 竞装孙子了 你根本就没送来一份像样的贡表 也就是说呢 你不承认 我把你打服了 这缅甸一方说 这清朝啊 只放了这猛贡吐司 木邦和蛮木吐司啊 仍然滞留于清朝 没有放出 这几点多余了 打了半天的仗 你得看着 那个木邦和蛮木二吐司 他愿意归属于哪朝 人愿意归属清朝 管朝吧你 这会儿啊 我想除了中国人之外呀 要是有个国际友人 听我这么说呀 那肯定得质疑我了 他们肯定得说 这木邦啊 和这个蛮木 原来就属于是缅甸国土 那既然义和 这大清朝 为什么不还人家呀 这您错了 自始至初啊 这双方就是这么认为的 这土司归属哪国 土司所掌控土地 就归属哪国 也就是说 中缅边界 当时没有清晰的边界线 所以说 人归哪地就归哪 至于说这个木邦和蛮木二家土司 他不愿意再属缅王领导 愿意归附大清国 那是人家自愿的事 并且呀 这乾隆皇帝说了 只要你不给我进来相应的供表 我就不跟你开边帽 所以这缅甸一方呢 对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生气 给这个乾隆皇帝大清朝廷 几次来说 都不够尊敬 乾隆皇帝为此很生气 动不动啊 就骂这个缅甸国呀 从上到下 逗他奶奶的是小人 可是呢 这皇老爷子骂归骂 他也不敢再轻易的 与缅甸有刀兵之争 光是这水土不服的问题呀 就够让这个乾隆老佛呀 招上一级的了 再加上啊 没过多久 这四川金川地区又返了 这乾隆皇帝大清朝廷啊 更没时间搭理缅甸了 直到1788年 也就是乾隆53年的四月 这会儿啊 本已经被这个缅甸灭国的先罗 也就是泰国呀 复国了 新任缅王啊 叫孟云 他担心呢 这先罗大清 双方对缅甸呈夹击之势 所以主动前使啊 来到大清朝 向乾隆皇帝呀 真正的交纳了贡赋 写了这个恭恭敬敬的贡表 这才算一个完满的大团圈结局 哎 说说的我呀 咱们把这话搁置 要是没有乾隆53年 勉王送来这张贡表 这乾隆皇上啊 还真不好意思 把这个清缅战争的成功 写尽他的实权武功 那既然写尽了实权武功吗 这大清朝的记录就是啊 这缅甸人打服了 主动啊 朝贡大降 所以呢 这清朝方面啊 成功的又把缅甸 拉回到了东亚的朝贡体系 这缅甸一方呢 写的国书呢 记得历史记录啊 总也得写在脸上 不能记在点上 他说呀 缅甸一方经过努力 成功的击退了清朝的侵略 保卫了这缅甸的独立 总之呢 这双方啊 花了钱死了人了 哎 落实惠的是谁呢 先鲁 也就是泰国呀 在清缅战争期间 他刺激就复国了 摆脱了这个缅甸的统治 要不定啊 现在您想找点看人腰 都没地儿去了 到了19世纪 那年呢 是1886年 我算算啊 应该是光绪的12年 英国人呢 入侵了缅甸 和这个中国签订了中英缅甸条款 日落西深的大清国 正式承认了英国在缅甸取得的一切权利 但是英国人呢 也允许每十年缅甸人呢 继续向清朝朝贡一次 当然咱们也知道 都光绪12年了 这朝贡啊 也朝贡不了几回了 得嘞 咱们算是啊 把清缅战争 这口的嘴缝上了 精彩故事就在明天 到了明天 咱们真该 开心输了 咱们智 goodness 咱们智 goodness 美味 稳 咱们智ayı 终然锅 冻